趙沙鋼今天講得更狠了 他說 租不起不要租 對 你看不要來租 這種態度 你讓文化大學學生教家長 聽起來到底是什麼感覺 一開始就說 為什麼他會長這麼多 什麼原來一個月三千多 現在保到一萬六 是因為什麼幾年前 民進黨揭發這個事情 所以文化大學就不租 侯友宜的宿舍 侯友宜文化大學不幫你租 你就自己租 那你自己租你也可以租三千多 為什麼改成你自己租以後 你就要租一萬六千多 這一點我一直想不懂 幾棟做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跟你說三千塊 你現在自己租 你說市場機制 所以你要租萬六萬錢 今天李正浩也把附近 所有周邊的這些租金 都查清楚了 差不多是隔壁的附近的 差不多人家兩三杯 這都是事實 那你不降就不要降 你沒有必要今天趙紹康 還跑出來講說 不然你不要租啊 鮮貴不要租啊 這很不少人耶 你以為人家很想租是不是 但是國父是中的 那是家長聽小孩說 叫他住三腳 叫他住三頂 這樣二號比較近 不用騷子 人家是家長 為了小孩才會做這個隔壁 你講這種話好像是說 我就是這樣啊 市場價格是這樣 你也不一定要租這個 我再講一遍 市場價格價表你一個月做一萬 你不可以做八千啊 你有什麼一定要做那麼多 翊川哥已經上線了對不對 對我在線上 好來翊川哥 我們在聊的是說新北市政府也參與下去 他們現在不是一個中立的市府單位 不是中立的地方政府 沒有要未來百姓著想 包括我們說萬里 這一些礦區的居民 他們都發出了一封信 可是新北市政府的公務局 在今天他們又特別針對 賴清德老家講說 他的違建之前地震局講說 是什麼幽靈房屋 然後現在進一步 是公務局拿出了航照圖等等 來講說這個是新蓋起來的 那我請教你 你怎麼樣來看 這事情如果要處理 我還要說起來 要兩千多戶一起處理 因為整個山頭不是怕賴清德贏家 也不是怕萬里有 連平溪 雙溪 水風 共和料 整個山頭 這麼多都有礦工 以前的公料 房子都好 這政府啊 身為政府要一次來解決 那新北市政府針對賴清德 他家的這個個案 一直在發新聞稿 發聲明 那連半夜都可以發 發的時候還把人家發言人的名字寫錯 這種用公務體系來發新聞稿 看起來就是一個政府 好像要講得很有公權力 其實這裡面都靜底倒精 無法這樣 我們台灣人常說差不多就好了 你去處理到個人 然後其他講說那你兩千多戶要不要處理 他說沒有 這個問題只有賴清德 其他的都不用猜 其他的也不是違建 其他的也不是幽靈 就是賴清德他家 是幽靈違建 這個選舉就很正敵 就是說 大家也會去回想說 你這就是一個百幾萬的房子 還是到一百萬的房子 去哪裡買你你也不會去買 那你相對其他的候選人 不管是什麼百幾間的特房 買農地來做訂購 這種相對比較起來 台灣人想說 你有需要去買這間二十幾坪的房子 而且這是一個 立書上作成的課題 新北市政府有辦法用政府的角度 來追殺這樣的一個 一個山頂 一萬里山頂的這間房子 是有點不可思議 不過新北市政府長期都這樣 以前我們選新北市政府的事情也是 競選總部叫市政府的公務人員 都分不清楚 這個新聞又是市政府法的 這個又是競選辦公室法的 其實讓大家都覺得說 這樣撥下去海市才的公務人員 韓國瑜的點名 點你的名字 說王毅川這個耍寶太老了 我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看到 韓國瑜每次都會講一些 很誇張的話 他有一段我其實都不好意思轉述了 他講說什麼 江啟臣鼻子大 然後就連結到一個其他的地方了 那我請教你 他現在點名字都在耍寶 你怎麼看 他跟韓國瑜當然他一開到 10萬人做生 要用3元錢買我 我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對我的形容叫耍寶 有一個耍寶聽完說我在耍寶 這個其實不太容易想像 他到底要講什麼 第二 就是說大家如果要來逼不分副 我怎麼逼我都不會輸韓國瑜 不是 跟這些專業生 學經理大家可以說 不過這也不用 這大家去比喻 這我不用特別說 可是韓國瑜以前做 高雄市長耍的寶不夠多嗎 做市長跑去爬寶 跑去 或是人家在噴 漂白水 拿去皮 拿去淋 用膝蓋在走路 耍了這種寶 然後說我在耍寶 我在政論節目上的發言 都是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跟猝皮的方式 在討論一些政治 或是人民生活的事情 那要說傳職問題 我們也都有所本 所以韓國瑜我是認為他很急 對國民黨來說確實是很急 韓國瑜沒料照照看 人家在沒 其實說到情緒說 是第一名的 賣一個十四名的 這聽起來是很奇怪的 他在幫你製造聲量 還是他沒聲量 所以要靠過你來累積聲量 所以我覺得李政浩說 我們這個團隊搞到 已經都快沒有梗了 結果韓國瑜就幫我們升了這個梗 讓我們又可以 多討論他這個題目兩天 那所以其實 接下來國民黨可能會對這些 我們的部分區 又展開另外一波的攻擊 沒關係啦 所有如果要攻擊民進黨的 來我的辛苦這都OK 只要大家對部分區開始討論 就可以知道說 民進黨提名的部分區 相對韓國瑜 或者是黃國昌 到底哪一個政黨 拿名的這個人選 人民告我就認同了 至於我被他說我在耍寶 我這點我真的輸他 我要比耍寶 我絕對耍不贏他 但是你剛剛有一段 稍微危險 你說他那個水香起來 有啤啦 沒有喝啦 沒有沒有喝 超出劇本 沒有他有拿起來問 的確那時候新聞都覺得 他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文化大學宿舍 那個凱旋院的那個爭議 然後趙少康就幫槍 他說那是民進黨的選舉追殺 又變成是民進黨的問題 這問題是縮小是四人一間 變成兩人一間 因為分攤的人數不一樣 所以錢當然也比較貴 所以這一切都是民進黨的問題 這個很奇怪 這幾天的討論 包括國民黨所有的發言人 第一個他們說這是市場機制 其實市場機制 趙沙剛今天講的更狠 他說那你不要租 租不起不要租 對 你可以不要來租 這種態度 你讓文化大學 學生教家長聽起來 到底是什麼感覺 一開始就說 為什麼他會長這麼多 什麼原來一個月三千多 現在保到一萬六 是因為什麼幾年前 民進黨揭發這個事情 所以文化大學就不租 侯友宇的這一個宿舍 侯友宇文化大學不幫你租 你就自己租 那你自己租你也可以租三千多 為什麼改成你自己租以後 你就要租一萬六千多 這一點我一直想不懂 譬如說你幾年做文化大學 文化大學跟你說三千塊 你現在自己租 你說市場機制 所以你要租萬六萬錢 今天李政浩也把附近 所有周邊的這些租金都查清楚了 差不多是隔壁的 附近的 差不多人的兩三杯 這都是事實 那你不降就不要降 你沒有必要今天趙少康 還跑出來講說 不然你不要租 賢貴不要租 這很不少人 你以為人家很想租是不是 但是國父是中的 那是家長聽小孩說 叫他住三腳 叫他住三頂 這樣二號到近 不用騷子 那是家長 為了小孩才會做這個隔壁 你講這種話好像是說 我們就是這樣 我們的市場價格就是這樣 市場價格是這樣 你也不一定要租這樣 我再講一遍 市場價格 價格你一個月租一萬 你不可以租八千 你為什麼一定要做那麼多 二千是超過行政 不是 這 虎佑你如果要用行政來說 代表這條在做行李 這條在做行李才會說到行政 那你如果說 這是你媽家做到那邊放下來 要稅給學生的 那你有一點同理心 賺很多 賺很多年了 有夠了 你如果要做公益 這個東西也可以拿出來 部分拿出來幫助 這個經濟跟賣家庭的小孩 文化大學 這都做得到 而且這是侯佑你現在馬上 就可以做得到了 其實你今天趙燒康出來說這個問題 你就可以想像趙燒康當年 兩三個禮拜前 不是炒團說他29個就買房 炒團說他沒錢 可以蓋到57億的中國 這東西相對起來 相對保險很重 那就是說 他們都很賺錢 他們都很多財產 你如果要來跟我走 要不要隨便你 這今天對我來說 我說我聽到這句話 我是完全嚇一跳 因為告張維記 收尾發言人都只是講說 這是市場機制 趙燒康今天的講話更狠了 他說那你不要租 沒有人叫你租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很殘忍 不管東西 是很殘忍 是很殘忍 對 有的 說法